大家好,黄油蟹大家都不陌生了 如果说我做视频以来做过最多的螃蟹 其实应该就是黄油蟹 前段时间我上网乱逛 发现某马上竟然有黄油蟹了 然后我就发现这个跟以往不同的是什么呢 就是随着黄油蟹越来越出名 商家对这个黄油蟹的评级标准 它标注的更为详细了 还记得四年前我刚开始接触黄油蟹的时候 做了1.0,2.0,3.0,4.0 好几个版本 就想买一个最顶级的投手黄油蟹 如果不在广东本地 那很难说买到真正货真价实的 那时隔4年随着现在的统一化 看看我这次买的三种不同规格的黄油蟹 那真的有没有它标注的那么准确 首先呢就是黄油蟹中啊 最普通也是相对于最便宜的带高黄油蟹 也叫高油蟹 这家店三只啊 这么一箱是528块钱 然后就是中间这箱 就是带高黄油蟹中的极品 也叫投手高油蟹 同样的规格和重量 竟然这三只要1988 比这个贵了4倍 最后呢就是这箱看起来最普通的蟹中的定级存在 投手黄油蟹 应该是里边不带任何的膏 全是化油了 两只呢要1988块钱 相当于不到半斤的小螃蟹啊 一只就要1000块 我觉得要论客的话 抛开特殊拍卖炒错的情况 这绝对是世界上最贵的螃蟹了 介绍这么半天了啊 还没有把一个包装打开 为啥呢 就因为它太贵了 商家呢承诺死了包赔 所以呢这开箱就录进来 那万一要出事了 好拿着证据就管商家要索赔 不然我这三箱5000块 血亏 首先就是最便宜的带高黄油蟹 还真死了一个 这巧了不是啊 今天因为咱们叫对比嘛 那就指对比它这个最鲜活 最完美最完整的 接下来呢就是中间这一箱 1988块钱 三只 它这个叫做高油蟹中的投手黄油蟹 这一箱三只都特别有活力 你看这个同样的品牌 同一天下单同一天到 它这个品供就真的有点拉 这品牌你们能看见是什么牌子就看见了 我就不点名批评了 这只都没什么活力啊 旁边死了 也可能是队友死了 他比较伤心难过 所以就心情不好懒得动了 这一家子是很活力 这个来到了新家庭新环境比较开心 也有这种原因吧 然后就是最顶级的黄油蟹 好像不是一个牌子 别走哥们 我靠 这太有活力了 接下来就是开箱 这个最贵的一千一只的就是不一样啊 这待遇区别也太大了 直接每个人还有一个单独的小房子呢 我假的 非常有活力啊 一碰那眼睛就闭得特快 黄油蟹大家没吃过也都看过了 在清晨之前呢 一定要用冰块给他们全部冰晕 做一个冰浴 这样的话 蒸的时候他才不会突然受热 然后剧烈挣扎 导致断胳膊断腿 从关节里边流油 最少呢先给他冰浴一个半小时 OK啊 大功告成 从这个画面的右侧 依次到左 就是五百多三只 一千九三只 和一千九两只 普通高油蟹 头手高油蟹 跟最顶级的头手环球蟹 也因为做过好多次了啊 非常有经验 从冰浴到蒸 完全没有断腿 也没有流出一点的这个高 非常的成功 那现在废话不多说 依次呢 给它切开 看看三个价格差这么多的蟹 真正打开之后有多大的区别 先是最普通的啊 五百多三只的高油蟹 哎呀 这个刀啊 不够快 好久没磨了 切的不是很帅 但是还行 这个高一般 虽然高挺多的 但是 跟普通的母亲蟹肥一点的 区别真不大 接下来呢 就是非常贵的了 三只就要一千九百九十九的 哇 膏呢 确实多啊 明显的比五百的要饱满 但是这么对比一看呢 其实除了就是膏多以外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贵了四倍 我觉得有点鞋亏 最后这个就是最顶级的 一千块钱一只的黄油蟹啊 不会还没有我之前吃的好吧 哇 这个确实没毛病 蟹膏完全化油啊 一点硬膏都没有 纯纯的黄油 我都忍不住了 好久没吃黄油蟹 满满的黄油 我看真爽 一层蟹膏化的黄油 这玩意儿真的啥都别占 直接吃原味 嗯 没有第一次吃经验 这玩意儿真的是 没吃过的话 第一次吃觉得特牛 吃过之后呢 再吃 就觉得好吃 归好吃 花这个钱吃 真不值 非常饱满 区别就在于 它这个蟹黄的味道 虽然跟蟹膏差不多 但是口感完全不一样 十一堆力 是那种沙沙的绵密的 一点都不硬 再来就看看这蟹钱啊 应该里边也是让这个黄油浸满 哇 它这壳包出来之后 壳上就是一层黄油 嗯 不行 这个不是第一次吃的话 真的得不到那种经验的 然后又这个顶级高油蟹啊 反正现在这么一对比啊 觉得这个硬膏吃的可能更过瘾 虽然这东西没有黄油蟹稀少 哇 但是这大膏 我看 好爽 整个把蟹壳都沾满了 那蟹壳那个棱子 那个尖都能看出来 嗯 嗯 越焦越香 这真肥啊 怪不得这三只一千九百九十九 比最顶级的黄油蟹就便宜一只的价格 因为确实这个也挺顶 我去 超饱满 嗯 等会再啃肉 所以咱们看看这个最便宜五百多三只的 能差距多少 也是把这个蟹壳掀开 500的就比这个 1988的这个蟹糕少一点 味完全一样 但是这个黄油蟹的味呢 跟它们差距也不大 最大的就是这个蟹糕的口感 从糕化油了 就这么点区别 OK啊 做做总结的话呢 就是 这黄油蟹我从19年 20年 21年 22年没吃23年 已经有四年 每年基本上 到了季节都会买一点尝尝了 从第一次觉得 哇好神奇啊 这螃蟹糕能化成油 到现在越吃越觉得理智下来了 没有这种新鲜 事物对我的冲击了之后 我会觉得这东西越来越普通 感觉网购的这种啊 不管是大的平台 小的平台 高级品牌也好 还是杂牌撒货也好 都就那么回事 没有穿成那么邪乎 OK 那么可以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的话 就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